大家好 我这一棵长寿花是今年的第二次开花 第一次开花的时候 经过修剪完了 给它补了一种粉 结果二次开花 这个花苞大如手指 大家看一下这些花苞非常的大 一般正常来说长寿花的花苞 是没有那么大的 像这边这些也是非常的大 大家看一下 正常的长寿花花苞不是很大 我这一棵长寿花 为什么能在二次开花开的这么大 原因就是开花之后 给它补了一勺这种粉 这种粉就是脱汁的穀粉 这种穀粉它里面的零岩素非常的多 还有钙岩素非常的丰富 那么零岩素是可以促进长寿花二次开花的 而且零岩素充足了 又能让花苞更加的大 花量更加大 虽然说这一棵长寿花开花不是很多 但是它这个花朵就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惊讶 看起来一般正常养护 是长不出这么大的花苞的 这种穀粉使用起来很简单 就是将长寿花 第一次花修剪完成之后 马上给它浅埋在盆土的表层 不需要多 大概一小抓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把握不好的话 可以用这种勺子 大概一勺那么多 浅埋到盆土的表层 当然 这种骨粉不单可以拿来做最肥食用 也可以在开春的时候 给长寿花换盆的时候 在土壤里面 加入两三勺 跟这个土壤一起混合 再给它栽种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开花更加多 大家看像我这一棵一样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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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